俗话说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一个人越爱炫耀什么 越是缺什么 那些有真本事的人 往往是人群中 最低调的那一个人 沉得住气不怎么说话 但谁都不能小看他 身为男人 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别一点点小事 就叫苦连天 别遇到挫折 就抱怨一片 男人就是有担当 有作为 面对人生起伏 窥然不动 可以从容以对 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慢慢懂得了人生 男人的本事越大 越沉得住气 这是人生经历过 风风雨雨之后的 净水深流 第一 总是沉默寡言 但心中藏一片海 做一个寡言 却心有一片海的人 不伤人害己于 淡泊中平和自在 当一个男人 越来越沉默的时候 不是懈怠了生活 不是逃避社会现实 反而是勇于面对生活 扛着生活的苦 但一直在忍受着 坚韧的前行 只有那些饱经沧桑的男人 才真正不喜行淤色 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心中 化成一抹笑容 一笑而过 只有那些浮躁的男人 才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 让自己变成一个苦瓜相 如果他稍微有点成就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自高自大的人 给人的感觉不可一世 男人成大气 不是自己说 自己多么伟大 而是你往那里一站 就有人对你肃然起敬 心存敬畏和尊重 一个人的面子 是正来的 是用成绩说话 而不是狭白出来的 男人的本事越大 越沉得住气 这是一种修为 是在沉默的世界里 修行修心 在不说话的时候 思考人生左右自己的心情 他的心中 有一片不为人知的海 海里有过去的故事 伤心的往事 还有充满阳光和希望的未来 第二 总是低头走路 却走得越来越远 一个没有出席的男人 总是光说不做 说得比唱得好听 比方说 爱一个人就用花言巧语去哄别人 但吝啬到 一顿饭都舍不得请 一个红包 都不愿给 有千千万万的计划书 但从来没有付诸行动 只是告诉别人 自己的未来多么灿烂 那些成大气的男人 总是低头走路 就像老季福利一样 不管年纪多大 依旧在坚持 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取得巨大成功 但做到了问心无愧 事实上 越走越远的男人 一路上都不起眼 只有在他第一个 抵达目标的时候 别人才突然发现 原来他才是成功人士 让人望尘莫及 低头走路的男人 就像挑山公一样 汉流加倍 走得慢 走得稳 再高的山都可以征服 他们的身体 多半是脊背 攻起 保持一种前进的姿态 往往看到那些 眼睛看住天空 自以为是的男人 其实一点都不厉害 可能是指老虎 男人的本事越大 越沉得住气 走很远很远都不会埋怨 也不会觉得很苦 心中有梦 脚下有路走下去 就有希望 第三 没什么脾气 但谁都不能不服气 一个人 与其生气 不如争气 天天生气的人 肺都气炸了 结果还是没有改变事实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 遇到事情了 马上发怒 然后摔门而出 对天骂住 或者找人吵架 但是隔几天 还是他自己 默默收拾烂摊子 继续处理后续的工作 生气有什么用 有本事的男人 没有脾气 因为他有控制脾气的能力 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的心情 总是带着糟糕的心态去工作 估计常常出错 也容易得罪人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带着脾气去做 往往把其中的细节漏掉了 导致自己满盘皆输 最糟糕的是 生气会让你身心不健康 得了心病 还浑然不知 你生气时 好难看 你肺都气炸了的时候 好伤心 无形之中 你就郁郁寡欢 闷闷不乐 真的 不要让脾气 控制你的心情 特别是男人 人生一辈子 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小事 你有什么 值得生气 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总能沉住气 苦而不言 喜而不语 内心藏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脸上却始终浮现着笑容 如一缕缕春风迎面而来 别人看了舒心自己过得顺心 心态决定命运 从今往后男人们 要沉住气 把那些毫无意义的脾气 都舍弃吧 有话好好说 有事努力做 有福慢慢想 一个男人 越能沉住气 越能成大气 真的 我终于不是 我终于是